那么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这个楼层这个词 大家注意又是两个拼写方式 在左边是英式的拼写 在右边更简单一些的 跟故事拼写一样的是美式拼写 但发音类似我们大声读一下 story story 叫楼层 首先注意这两个词 它不但拼写不一样 它复述面画也不一样 在英联邦国家 在后面复述直接接S 读成stories 美式的复述也是stories 但是要去掉y之后变成IES 注意这个拼写被拼错 我们知道这个story 表示楼层是一般用在哪个场合 一般都表示建筑一共有多少层 我们一般不用它表示第几层 表示建筑总共的层数是多少 咱们看一些例子 让大家加深理解 比如说我们看 我说一个两层楼的移动房子 A two-story house 不能翻译成两个故事的房子 这是两层楼的房子 注意这个story 名词座定语的时候 咱们用单数 在这用单数不要用复述 因为名词座定语 再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房子有两层楼这么高 做表语的时候就用复述就好了 The house is two-story side 两层楼这么高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我们说 这是一个多层的停车场 A multi-story parking lot 一个多层的 还是名词座定语用单数 Parking lot 在美式语言中表示停车场的意思 好 那么有同学说 那么跟我们另外一个楼层 那个floor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floor呢 一般咱们用它是表示第几层 咱们坐那梯到了第几层了 用floor这个词 而且在第几层楼层 这英式美式有个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通过一个表格来看一看 这个作为常识 大家应该记住 就是我们看看 左边是英式的 右边是美式的 它们在表示地下室 咱们从下往上面走 指地下室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都可以用这词 我们大声读一下 Basement Basement 这叫地下室 然后从一层开始 就不大一样了 在英联邦国家 英国 包括什么澳大利亚 一般用这个搭配 我们大声读一下 The grand floor The grand floor 而二层开始呢 是the first floor 是第一个层 他们把临近地面这个 叫做ground floor 那么因为我们进大楼 往先上楼梯嘛 对 先上楼梯 进去以后 其实已经是二层了 他们叫第一层 但是美国呢 在北美洲呢 这个用法跟中国是一样的 这个好理解 一层就是the first floor 二层就是second floor 以此类推 但是顶层呢 都被叫做the top floor 叫最高层 阁楼呢 都可以叫 我们读一下 Attic Attic 读快之后 同样轻轻有个啄话 这个t 会轻轻发生 这个声音 再来面 Attic Attic 好解了 这是指楼层 story和floor 注意 他们用法不一样 用的场合不一样 那floor呢 应是美式区别 老得记住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下面一个重要词汇 就是我们说宗教的 或者是神圣的 这样一个重点的形容词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Sacred 再来一遍 Sacred 它既可以表示宗教的 也可以表示神圣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sacred holiday 这是一个宗教节日 像什么复活节 像什么圣诞节 属于宗教节日 再没有说 我说这是一曲圣乐 我们在教堂里听到的那些圣歌 叫Sacred music 叫圣乐 这是神圣的 也是在宗教场合才用的 那么再比如说 我说麦加是一块圣地 Mecca is a sacred place 神圣的地方叫麦加 Mecca is a sacred place 可以这么说 那么指神圣的 好几个词跟它可以替换 我们看一个跟它特别类似的 就是H-O-L-Y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Holy Holy 这个词用的特别多 神圣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大家可能名气最大的 就是这本书了 叫Holy Bible 叫圣经 可以这么来说 这个是表示神圣的 Bible在古文中 本来表示书的意思 其实字面意思 就是神圣的这本书 那么同样的圣水 当然不是喝剩下的水 那不行 神圣的水 做洗礼的时候 叫Holy Water 叫圣水 再比如说 我们说 A Holy War 叫圣战 这是为了宗教的原因 进行的一场圣战 像十字军东正 就可以说是一个圣战 但是还有一个神圣的 用的场合就不大一样的 就是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给老师读一下 注意 字母音笛里面 这个字母音笛是发音的 不要读Blessed 是这么读的 大声里面 Blessed 再来一遍 Blessed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神圣的 但一般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比方说 他用的场合就宅了 你看圣母玛丽 叫The Blessed Virgin Mary 是这么来说的 这个用在圣母的头衔里面 可以用它 这个Blessed 这个形容词 本来表示有福的 这个玛丽被上帝选中了 成为了超级玛丽 所以这是有福的玛丽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Virgin本来表示处女的意思 这个玛丽跟男人没有接触过 有感而运 这叫Virgin Mary 这么一个说法 他有福 所以这个神圣的用它 我们看还有一些句子里面 你看 这个著名的这句话 叫什么呢 It is more bless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这句话叫做施比受更有福 为什么呢 就是给予别人比接受东西其实更有福 就是手心向下比手心向上其实更有福 为什么呢 你要是从人生这一生来看 当然是接受有福了 你把东西给我 你少了我多了 好像我有福 但是你光拿别人东西 他竟给你的东西来 他今生修取福德 死了以后 你进地狱 你贪婪 他死了以后 进天堂 所以施比受更有福 就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用Blessed 这个词 好 这是几个神圣的 我们下面再看一个 指神的 上帝的 或神性的 而不是神圣的 这也是咱们考试常见词了 跟老师大述地讲 Divine Divine 叫神的 神性的 或者是上帝的 咱们用它 咱们看这个著名大师Alexander Pope 一个著名的诗篇中的一个片段 这是个名句了 叫什么呢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这个er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 咱们跟老师在第二课讲过 这个学过 这er本来表示make mistake 犯错的意思 它的名词就是error 犯错的就是人 那如果能原谅别人 宽恕别人呢 那您就成了神了 To forgive is divine 那个is被去掉了 因为两个句子并列 咱们说并列句中 重复的位动词 可以把它干掉 来补充权的就是 To forgive is divine 翻译成中文 既然诗篇咱们拽一点 凡人多传物 为神能见诱 一般人都会犯错误 只有神呢 见到错误之后 这个错误能够被宽恕 这个见是背的意思 这个诱呢 是宽恕 为神能见诱 这个我们在很多一些书的 这个前沿部分 最后作者加一个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 说书中缺点错误 一定会难免 希望读者看到之后能宽恕 你要能原谅的话 您就跟上帝一样了 您就是神了 好 这是我们看看 这个神圣的 这个重点词汇 secret 相关的一些词汇 它的一些辩析 这个重点词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们说这个 一物以止废墟 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remaze 好 叫一物以止废墟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单词的用法 首先呢 注意这个词啊 一般都是用复数 一般都是叫s用复数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remains of a meal 叫一顿剩饭菜 饭菜剩下的地方 这个剩下的部分可以用它 那么也可以做派生意 就是遗址废墟了 残留的东西嘛 遗留及今天的遗址废墟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the remains of ancient Rome 古罗马的遗址 古罗马的废墟 总之都是残余下来的东西 但是在比较文气的书面语中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某人的遗体 尸身 或者翻译成遗骸 翻译成中文比较文气一些 但这个词呢 一般也是习惯用复数 即便是一个人的尸体 也是用复数的 我们看例子 比如说 his remains are buried in the churchyard 他的这个遗体 埋葬在了教堂的目的之中 这个churchyard叫教堂的目的 注意remain 复习家 可以表示残留物 遗址 废墟 甚至人的遗骸 尸体 但注意 一般都是用复数 习惯用复数 好 那么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 表示其余的部分 这个搭配特别多 我们看看这样一些例子 这两个固定用法 也可以翻译成其余的 剩余的 叫the rest of something 或者the remainder of something 叫其余的 但是这个不强调残余的 而是剩下的 剩余的 the rest比较通俗一些 用the remainder 比较文言一些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这个学期剩下的部分 the rest of the semester 就相当于the remainder of the semester 叫其余的部分 可以用它 或者我们用一些更复杂的结构 也可以表达类似的含义 也是剩下的 残留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这两个固定句型 也可以表示其余的 剩余的或残留的都可以 第一个用what is left of something 第二个用what remains of something 某个东西剩余的部分 当然一般固定是 再会用what was 或what remained就好了 但注意另一个是集物动词 被剩下的用被动 因为remain是它不集物的 在这可以用主动结构就好了 好 咱们看一些例子 只有现成的一些课文为例 比如说咱们看三册的 154页倒数第二行 33课的最后一句话 难忘的一天 154页倒数第二行 他说 Only two straight dogs benefit from all this confusion For they greatly deviled what was left of the cake 他说只有两只流浪狗 从这一大团混乱之中 得到好处了 因为他们贪婪的吞吃掉了 这个蛋糕剩下的部分 这个what引导的 这是一个病语从具 表示剩下的部分 这是已经发生了 用一般固定试 可以用它 下面我们再看remain这个搭配 这个也有出处 也出自性感染体系 就是性感染四册 第28颗病人和医生 166页的第13行 在四册28颗 在性感染四册 28颗病人和医生 有这么一句话 It is recounted of Thomas Carlyle that when he heard of the illness of his friend Henry Taylor he went up immediately to visit him carrying with him in his pocket what remained of bottle medicine formally pre-described for an indisposition of Mrs. Carlyle's 这四册具比三册 确实稍微难一些 It is recounted 叫据说 据说托马斯·卡莱尔 这位英国的历史学家 什么样呢 当他听说他的朋友 亨利·泰勒得病的时候 他立刻出发去看完朋友 注意 在他的口袋里 还随身带着 what remained of bottle medicine 一瓶剩下的药 什么药呢 就是以前 他的妇人卡莱尔 妇人病的时候 医生给他开出来的药 注意剩下的药 叫what remained of bottle medicine 一般过去是注意remain在这 用主动结构 这是我们看其余的 什么残余的相关的一些词汇和表达 这个重点词 我们给老师就学到这 学到这不是你马上就会了 咱们不能像听连续剧一样 看评书一样 这不行 希望大家持续复习 直到记到脑子里面 这是真正会的